有竞争的地方就会有生存法则 何况是在演艺圈 大家好 我是Conny 时代少年团 这个团体呢 其实很多好朋友都给我留过言 说Conny 你能不能谈谈他们的vocal 他们的舞蹈 或者说他们的作品的部分呢 我当时都很轻易的答应了 可是答应完之后 我却发现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么一期节目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直到做这一期节目半小时之前 突然一道灵光打在我的头上 我才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 哪里出了问题呢 因为这个团体和其他偶像团体 完全不一样的存在 是因为它是现阶段中国 最具有少年感的一个团体 也就是说 当你是一个大人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就是少年应该拥有的样子 即使你的少年时代不是这么度过的 但是你总觉得说 少年就是应该这样 如果你是一个同龄人的话 你会觉得说 让我也有机会吧 让我也去参加比赛吧 我也要念点钢琴 我也要跳跳舞 我也要唱唱歌 我也要让自己每天进步 具有活力 我也要成为他们这个样子 如果你是一个小朋友的话 你会盼望着时间快快流逝 我要赶紧长大 我要变成他们这个样子 这就是这个团体 现阶段最具有价值的一个地方 那么最具有价值的 最具有少年感的这么一个团体 如果你仅仅从vocal的部分 舞蹈的部分 作品的部分去聊他们 好像都没有抓到痛点 倒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 这些东西非常的重要 可是这些东西 当你具有一定基础之后 况且这几个人还特别厉害 对吧 当你具有一定基础之后 其他的进步的地方 只要你慢慢的去学习 慢慢的去吸收 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慢慢的去绽放 这样就足够了 我们很多东西 是需要不断的学习 修正自己 然后改变自己 努力坚持才能成功 可是这样团体不一样 他们已经拥有 他们最好的东西了 可能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就像一个人 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 和青春的经验一样 没有办法同时拥有 这两样东西 可是当你拥有青春的经验的时候 你就知道青春多么的宝贵 当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少年时代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多么的宝贵 而他们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少年 最具有少年感的时代 所以看完以后 很多人也会觉得说 像这样子的团体 你怎么能不喜欢他们呢 那 现在做偶像团体的时候呢 和以前做偶像团体也不一样了 以前我们总会觉得说 一个人 他的专业特别好 好到 观众因为他的专业特别好 所以喜欢他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是因为我喜欢他 所以我才会关注他的专业 我才会关注他的舞蹈跳舞啊 唱歌啊 这个作品的部分 可是我怎么会喜欢他呢 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我怎么会喜欢他呢 大家可能说 那就看颜值呗 看专业呗 看他其他的部分吧 这些很重要 可是我要给大家另外再提一个观点 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看一个偶像的时候 并不是仅仅看他外在的外貌 因为外在的外貌 其实现在化妆技术也好 或者是造型也好 或者是人的品位也好 都提高了 只要你形象还过得去 都能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 可是一个人内在的外貌 这就很难说了 而内在的外貌 是通过什么东西展现出来呢 就是通过你的歌曲 通过你平时的谈吐 通过你对歌曲的理解 通过你的诠释方式 通过你的舞蹈 通过你对这些所有的东西的一种尊重感 慢慢的体现出来 所以说这几个成员 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的成功呢 像我看到马家琪也好 或者是宋亚轩或者张振元 他们有一个视频 对吧 他们三个人唱歌的一个视频 唱那个baby song 忽然之间还有新桥那个视频 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哎呀真的是太美好了 其实你很难去想象说 我还要去站在一个专业的角度去考虑说 这个尾音应该拉长一点 这个音准是不是应该注意一点 这个节奏是不是在紧凑一点 不会的 那个给你带来的那个美好 那个画面感 给你带来的这种能量感 就是他们最有价值的地方 也是我们最需要去珍惜他们的地方 所以呢我也希望现在我们的环境 要给他们一个足够好的一个空间 让他们能够去享受他们这样子的时代 他们享受他们的时代 绝不仅仅对他们好 其实对于所有人都很好 这个时代是因为有爱才完整的 因为有爱你才是最具有智慧的人 所以像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说爱那就是人格的部分 不仅仅是人格的部分 爱是除了人格部分之外 它是最具有智慧的部分 它会让整个世界变好 让你自己的身心变好 让你看待整个世界的角度变好 有时候恨可能会让你打败一个人 你努力的坚持打败一个人 可是爱会让你拥有全世界 所以呢我们用爱的角度去看待 时代少年团这几个少年感的成员们 让他们可以去享受他们的这个时代 享受他们现在拥有的这些东西 让他们可以慢慢的成长 可以让他们慢慢的绽放 因为他们现在拥有的东西 就是最好的东西 我们什么都不用去改变他们 我们只要给他们足够的爱 这就足够了